看到林心如懒惨的态度后 刘涛连装都装不下去了 肉该怎么切你不知道吗 罐头怎么打开 盘子在哪你不知道吗 这需要问吗 2019年 林心如参加了一档客栈经营综艺 身为员工的她 需要在顾客走之后打扫房间 但林心如却连基本的铺床都不会 更别提要清洗浴缸和地板 各种基础清洁都没做到位 最后索性放弃整理 刘涛在检查房间时 看到林心如敷衍的行为 忍不住当场质问她 你这俩小时干什么了 一个半小时了 然而林心如却丝毫不在意 一直抱怨天气太热太累 各种找借口 还发泄式的不停摔打抹布 显然身为明星的林心如 还没有适应新的身份 在刘涛逐个点评员工们的简历时 林心如也根本没当回事 只敷衍地写了简历的正面 这让工作向来严谨的刘涛 再次输出 直接当众职责 为什么这张 我忘了 我没看到后面那一面 不细致 不细致 冤枉 因为我明明不要讲明明的事情 屡次被回队 哪怕是好友也不给面子 林心如的脸上只有尴尬二字 可即使林心如在客栈待了这么长时间 她也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 依旧偷懒 依次张翰举行音乐餐吧 需要准备几十份的菜来招待客人 如此大的工作量 其余人全都躲在外面 假装调食音响 独留马天宇艺人 在厨房备菜 回来后的刘涛看见后 一马天宇打抱不平 然后我们真的需要四个人去试这个音响吗 晚上你们都表演了吗 其实有东西需要问吗 那么多菜在呢 你看不见吗 肉该怎么切你不知道吗 罐头怎么打开 盘子在哪 你不知道吗 这需要问吗 许是被打压久了 不服气的林心如直接回队 我觉得涛姐真的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做习惯厨房里面的活 然后有很多东西真的没有那么清楚 她是习惯厨房里面活的人吗 马天宇 她以前就是干后厨干了一辈子是吗 面对刘涛的指责 林心如还觉得十分委屈 聊天时忍不住开口送苦 自己完全没有经验 甚至最后还委婉地表示 想让晚辈们谦让一下自己 可见偷懒已经成了林心如 在节目中的常态 既然上了节目 就应该要尽力做好分类的事啊